大家好先生 我希望我谢谢你 台下的民众 人人手上都拿着号码牌 期待能飙下心中的理想目标 一步又一步的汽车 排排停好在广场上 其中最心惊的 当然就是这辆银色宾室 不过这里既不是大卖场 也不是汽车展示中心 而是台中地检署所举办的 便宅拍卖会 自己一个人生的 一个梦想 梦想 对 这辆宾室跑车 全新要价约850万 只跑了2万多公里 他用424万就顺利成为行车主 拍卖犯罪工具或相关资产 成了台中地检署另类的身材之道 台中地检署从101年2月份开始 我们就成立了查扣变价的 这个专责小组 一直到今年的3月份为止 累计的金额 变价的金额已经达到 1亿3000多万 将查扣物变黄金 台中地检署更是借机宣传新书 要将查扣拍卖推广出去 不过最近国安局人员利用总统出访情务 奏私9800条烟品 大家也好奇 对于查扣的烟品 未来将会如何处理 现在目前是查扣当中 如果有毁坏之余 为了要保值 所以可以在侦查中 经过核准以后先予以拍卖 搭上最近热门的走私香烟案 查扣拍卖会民众可以来挖宝 让被害人有补偿的管道 也让国家增加额外的收入 黄远新闻 红诗成李家瑜台中报道